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妙的时光 很多球员都表示 希望能回到这参赛 与此同时 我希望安吉和萨莎在余下赛季有好的表现 希望这不是我最后一次赢的火普曼杯 希望明年再见 费德勒在颁奖典礼上说 瑞士VS德国战报费德勒 6-46-2小资维列夫 科费德勒6-47-6本西齐 费德勒44年1月4日至34 科费尔小资维列夫德约书球并不冤 奥网夺冠目标 不便连续三轮遭遇三盘苦战 德约科维奇终于吃不消 在读哈书球上 面对此前七胜一负的阿古特 世界第一在先生一盘的优势局面下 被对手连锥二盘 以6-3-6-7-4-6落败 吞下新赛季首败整场比赛 德约揭发时长回球 总得分为25分 甚至比阿古特低了6个百分点 我输了比赛事实就是如此 对于这样的结果 我显然不开心 我原以为我可以完全掌控这场比赛 但我错失了一些机会球 对手在第三盘的发挥非常好 我最后只是输给了表现更好的球员 对德约而言 新赛季首战未能夺冠略险遗憾 但考虑到他的热身目的已经达到 接下来的奥网 他完全有底气 在冲冠军我的奥网目标仍就是高举奖杯 他说 大阪之每位消极比赛 是倩布里斯班女胆半决赛 二号种子大阪之每连丢两盘 以2-64-6赋予特苏轮科无缘新赛季首战顶级赛决赛 新科美网冠军爆冷输球 并不算是特大新闻 但他在比赛中表现出来的消极 对胜利缺乏渴望的飞职态度 却遭到外网观众的一片质疑 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 大阪之每在推特上 发布了道歉声明 今天我在球场的态度太糟糕了 我想对观赛的所有人说声道歉 我一直都告诉自己要成说点 但这看上去需要时间 年轻球员出现情绪起伏再正常不过 所以 如何学会管控情绪 将成为他们走向成功的必修课之一 来源保球之家作者 Alex 比赛小冬发 下载度和高点热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